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狮子座的人通常充满自信和热情 他们渴望成为众人的焦点和领导者 因此 他们会希望身边的人能够支持和鼓励他们的目标和梦想 然而 有些人可能无法理解狮子座的个性特点 或者对他们过于挑剔和苛求 这样的人往往会被狮子座视为阻碍自己发展的障碍 最终被迫离开 首先 狮子座不会容忍那些缺乏自信并且总是消极抱怨的人 他们喜欢与积极向上 乐观豁达的伙伴相处 并希望通过与这样的人交流来激发自己内心深处无限可能性 如果一个人总是把负能量传递给狮子座 并且对待生活中遇到困难时缺乏勇气和决心 那么狮子座就会觉得这个人无法给予自己这能量 并最终选择离开 在合作团队中 狮子座喜欢拥有强大领导力并且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的人 他们渴望与那些能够与自己保持同样高度目标和动力的伙伴合作 如果一个人在团队中总是依赖他人 缺乏主动性和创造力 那么狮子座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具备合作精神 并且对整个团队的发展产生阻碍 因此狮子座会选择离开这样的团队或者将这个人从团队中提出 此外 狮子座也不喜欢被控制和束缚 他们希望有足够的自由空间来发展自己的想法和激发创造力 如果一个人总是试图限制狮子座的行动或者对其进行过多干涉 那么狮子座就会感到厌倦并选择离开 他们相信只有在自由环境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并实现更大的成就 最后 在爱情关系中 狮子座也有着明确的要求和期待 他们希望拥有一个能够与自己并肩前行 共同追逐梦想并互相支持的伴侣 如果一个人无法满足狮子座的要求 比如缺乏自信 不愿意为伴侣付出或者对狮子座过于挑剔 那么狮子座就会选择结束这段关系 并寻找更合适的伴侣 总之 狮子座离开的人往往是那些无法给予他们这能量 缺乏领导能力 限制他们自由发展或者无法满足他们要求的人 他们希望身边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成长和进步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 狮子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并实现更大的成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